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含牵扯到了肤色 还有这个性向的议题等等的 也不晓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所以他们的电影都变得就是有点跟以往非常的不同 那这一次小美人鱼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这个人物啊 选角啊都被这个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好那可是在因为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023年的5月25号 那因为开盘烂番茄就是知名的这个评价网站 烂番茄开出来的这个分数是70%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哦 烂番茄这个网站真的就是看看就好 因为烂番茄开出来的好这个分数 有的时候就是其实 那电影真的没有真的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反而低的分数就是 我反而是觉得好看的 所以烂番茄的这个网站的评价 其实大家就看看就好了 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到小美鱼这个电影 就是因为政治正确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这个小美人鱼 就是是这个肤色比较黑的这个版本 也因此呢 就是被很多大众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就分成说 Not my area 就是不是我 那个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爱丽儿 所以大家都一直在讲说 要换脚啊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有很多的争议这样子 但是其实说实在的 迪士尼其实根本就不care这种东西 因为对他们来讲 钱就已经很多了 因为他们并购了那么多的公司 做了那么多的这个大制作的这个电影 其实被骂翻 也还是一意孤行的 继续做自己的作品 那好莱坞的市场本来就是这样子 就是谁的市场 谁的公司规模大 谁就有爸爸住在这个市场 那赔钱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顶多就是 默默的 让这个作品被批评 然后继续再做下一个作品这样子 其实在讲到小美人鱼之前 之前我还记得没错的话 好像还有一个彼得潘的这个 就是小飞侠这个系列电影 那部电影一样也是被骂惨了 不过他没有上院线 他是上那个Disney Plus的那个 串流那个平台 因为彼得潘的那部电影 也是找了一个肤色比较黑的这样子 就是不是 不是白人 白人来演的那种彼得潘的那种角色 所以 政治正确似乎已经是成为了这个 迪士尼的一个活招牌 因为到底是不晓得是什么样 真正的原因 让他们走到这样子的程度 但是其实说实在的 市场虽然是他们在做主宰 没有错 那他们决定了我们的观影市场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 顶多就是觉得这部片 真的非常难看这样子 那到底小美人鱼的真人版 改编之后 是不是真的好看呢 好 因为我上回有上网爬树了一下 就是有一个媒体特别做了 就是真人版跟动画版的差异 那我本身是没有看过动画版的 所以我就不在这边做什么 差异化的那些评论和解说 因为那个不是我了解的范围 但是在看完真人版之后 我个人是觉得还蛮OK的 我个人是觉得还蛮OK的 但是有几个部分 我觉得还蛮出戏的 就是说有一些还蛮不合逻辑的地方 好所以接下来要讲的内容都会爆雷 所以如果还没有看过 小美人鱼的电影的观众朋友们 记得要把podcast关掉 从这边就是把podcast关掉 但我相信 这部片应该 你们应该不会去看吧 我自己这么觉得 因为真的就是 就是我个人发现 其实很多人对 就是迪士尼的电影 就是还蛮感冒的 就是动画啦 或什么 除非是那种是不是 就是不是那种 给小X看的那种 否则一般来说 好像不管是身边的大朋友 或小朋友 好像对这种 这种就是这个 迪士尼改编的这个电影 不大会有什么兴趣 那基于这一次小美人鱼的改编 如果我要来预测的话 我觉得应该它也不是一个 可以回收的电影 不过 选角我觉得选的最好的 就还是乌苏拉这个角色 这个部分 乌苏拉是由 这个玛丽莎麦卡锡 所主演的 那认识玛丽莎麦卡锡 这个演员的人都知道 玛丽莎麦卡锡 其实演过很多喜剧片 她虽然胖胖的没有错 可是大部分她的戏度 还蛮广的 而且她也是 算喜剧界的一线女星 所以这一次请她来加盟 演出乌苏拉这个角色 我是觉得是小美人鱼 这次真人版当中 选角选得最成功的部分 那女主角海莉贝莉的部分呢 这个就说她选角失败 也不能这么说啦 因为这部片本来就是 以肤色较黑的导向 来饰演小美人鱼啊 对不对 像小美人鱼刚开始 这个海报一出的时候 或是预告一出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 我看到一篇新闻 就是好像 就是有那种黑人小朋友 就看到说 啊原来我们黑人 也可以演小美人鱼 不是只有白人而已 就是说 不是只有白人 可以当白雪公主 不是只有白人 可以当小美人鱼 我们黑人也可以哦 就是吃了点 那个 那个 新闻出现 还有一些 就是短视频出现 想法出现 我真的是还觉得蛮奇妙的哦 可是 我刚刚前面就有听到 就是因为 是由肤色较黑的人来饰演 也让这个海莉贝莉 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海莉贝莉就是一个女主角演员 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就是后来被粉丝不是发动说 那买Ariel的那个 那个那个活动吗 对不对 那 希望他挺得住啦 不过 至于你说这个角色 宣交宣布全成功 还是见仁见智 因为我刚刚前面就说 这是以黑 肤色较黑的人 导向的小美人鱼 但是我可以说 他的演技真的还蛮好的 我还蛮喜欢海莉贝莉的演技 无论是这个情感的表达上 但是或者是唱歌啦 歌唱方面啦等之类的 虽然我看来是中文版 中文版是由演艺格来饰演这个角色的 演艺格唱歌真的非常的好听 他是这个华言国际音乐旗下的歌手 至于现在还是不是我还不晓得 因为我已经有一阵子 没有关注华语的音乐圈了 不过演艺格真的歌声 真的非常的不错 因为我去看的是中文版 我还不晓得海莉贝莉的歌声是怎么样 其实就是看预告片就知道了啦 听预告片就知道了 那就是他的歌声 那就是中文版的我觉得也不错听 那中文版有一些歌词 我觉得写的还蛮妙的 就是什么 Under the sea 就是留在海底 待在海里 什么之类的 就是希望那个美人鱼不要离开 不要浮出水面 去爱上人类这样子 那海莉贝莉饰演的这个 艾莉尔这个角色 我个人是觉得她的演技真的非常的OK 我对她未来的这个好莱坞的之路是还蛮期待的 只是说这一次毕竟要扛下这么重要的角色 可说是辛苦她了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在看完海莉贝莉 演出的小美人鱼之后 下次如果你有走过就是 我说的是这个现在 以后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在近期就是 你有走进这个 这个依然录音的时间点 你有走经过就是西宁南路 也就是台北的西门町的西宁南路 好跟这个额眉街口 好那边就是西门町的好乐地 那边有一家就是这个 这个知名品牌的这个球鞋店 那里面还是还是衣服店 反正他有挂着的就是海力贝莉的这个 这个海报这样子 好所以 其实要捧红一个人 经纪公司都已经做 帮这位演员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了 配合电影的上映 就会出现 就会出现一些运动的品牌啦 就是他的一些个人海报这样子 所以对于海力贝莉这个演员 我个人是还蛮期待的 好 呃乌苏拉跟小美人鱼的部分 讲完了之后 再来就是讲亚历克王子的这个部分 亚历克王子这个 这个呃这个 我个人是觉得他长相还蛮普通的啦 不过他演技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他的存在感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低 好那我觉得非常不合逻辑的地方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其实 其实这个爱力尔在 救他的那个画面 其实根本就没有太 太久的时间 那为什么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被拯救 然后可以让这个亚历克 就是对他非常的痴迷 又非常的就是像个就是 就是我一定要听啊 还是要找到你 然后没有你 我就会死掉那种 我觉得那一段 而且还唱歌 那一段我个人觉得非常的不合逻辑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全片当中只有就是 呃因为亚历克王子被爱力尔拯救嘛 那王子为了要寻找这个 拯救他的那个 那个人的踪迹 然后就跟那边开始唱歌 然后还就是一副就是 私心裂肺的样子 只有我觉得那一段是非常的不合逻辑之外 其他我倒是觉得还可以 不过 据了解哦 这个版本 真人版的亚历克王子 跟动画版的是有差别的 动画版的这个亚历克王子 是看不到父母的 好 不过 真人版的亚历克王子是 他是被领养的 为什么会被领养 因为到后面其实我看到 我真的吓了一大跳 因为他的国王跟王后 他的皇室的那个爸妈竟然都是 也是一样肤色较黑的 拉丁人种 不是不是我要歧视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政治正确未免 也做得太超过了吧 真的是做得太超过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说公平起见好不好 毕竟迪士尼还真的是为 就是有色人种 好 来饰演 就是取代这些 以往刻板印象的版人角色 来饰演 好 不管是小美人鱼啦 好 亚历克王子除了 因为亚历克王子也是白人 好 还有就是就是 亚历克王子的爸妈 好 或是一些就是 就连那个川顿国王 因为川顿国王是 这个著名的西班牙影帝 哈维尔巴登所饰演的 请问 你知道哈维尔巴登是哪里人吗 对不起 我刚刚讲 他是西班牙人 对 那你那那既然是西班牙人 他也是拉丁人种啊 对不对 所以 这政治正确 真的是做得太超过了 不过 哈维尔巴登算除外啦 因为哈维尔巴登本来就是 什么都可以演的角色 所以 所以 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演的演员 所以他会出现在一些 比较大型成本的这个电影 来做客串 我觉得也不用太意外 这样子 反倒我觉得最意外的就是 真正版的亚历克王子的 爸妈竟然都是拉丁人种 而且台词里面其实都讲的很清楚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 住的这个地方 有什么生意上的往来啊 讲到委内瑞拉啦 巴西啦等等 反正就是中南美中那些国家的这样子 全部都这样子 所以他的舞台其实就不是设定在 呃 反正就美国之类的 对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小美人鱼 他是丹麦 来自丹麦的童话 所以 照理来讲应该是要在欧洲才对啊 那 这次场景 反正 小美人鱼的故事就是把它放到中南美中 虽然觉得非常的不搭嘎 然后不过 更是觉得还是觉得有点奇特哦 这样有点奇特 但还是那句话政治正确 唉 还是要为有色人种开下先例 迪士尼也算是真的是蛮大胆的哦 好 然后 然后就是不论是打斗啦 或者是这个 因为我们都知道小美人鱼的故事 其实他童话故事是悲剧的 他是悲剧的 但你也知道 只要是童话故事 交给了这个迪士尼 就绝对不会有悲剧 一定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所以小美人鱼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哦 不过 我觉得正确版的这个安排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 蛮贴近 我觉得还蛮实际的 就是 他不会 以貌取人 他不是外貌协会 我所谓的外貌协会就是指这个艾力尔跟亚历克王子 因为据了解动画版的就是他们是完全是因为看对方帅跟对方美所以才在一起的 但是呢真人版的部分是添加了很多的互动 不然就是亚历克王子跟艾力尔在船上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举动啦 不是亲吻喔 就比如说任星座啦 或者是反正他们一定要经过互动才会有那个就是恋爱的那个感觉 就是为恋爱做铺陈而不是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就是真人版跟动画版的区别 然后 再来就是 我还要讲什么 我想看 再来就是这个 这个动物的角色的这个部分 塞巴斯丁 还有那个小比目鱼 还有那个史卡托 史卡托原本动画版的是公的 那在这个新的真人版的版本 它变成了这个磁鸟 磁性的 也就是母的 母鸟这样子 那是由奥卡菲娜 这个亚裔的演员 奥卡菲娜来做配音 那那个塞巴斯丁跟那个小比目鱼 我真的是觉得 怎么会把它弄成这个样子 那个塞巴斯丁那个螃蟹那个样子 真的是存在感非常的低 然后小比目鱼就是一个一只名副其实的白肠 白肠 因为为什么我说到白肠 就是因为小比目鱼 他之前在上映之前就被很多人去调侃 说他是一只白肠鱼 那我觉得真的也觉得蛮像的 然后其实说实在的 就是 这三只动物都有为这个小美人鱼的真人版 添加了一些新的乐趣 无论是在歌曲的编排上面 都有做很大的调整 个人觉得歌曲非常的好听 但是我觉得那个角色的模样 很抱歉 我真的不能接受 因为我一看第一眼 我就非常想笑 我真的没有办法融入在那个环境里面 好 最后我们就谈到这部分给我的感 这个这部片给我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前面我刚刚有讲 因为动画版跟真人版的差别 就是真人版他们是有恋爱铺陈的 他们是透过这个相处还有聊天 然后让彼此产生爱的那个感觉 好 产生那个爱的感觉 好那所以呢 好所以之后 好他们就是有一些误会 好那误会也解开了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发现 真人版跟动画版的这个差别在于说 是动画版是王子救了爱丽儿 那 那真人版就是爱丽儿去拯救了王子 你看这又是一个政治正确 女权 女权主义这样子来去做对调这样子 所以说真的小美人鱼做这样子的安排 真人版做这样子的安排 个人是觉得已经习惯了啦 因为这个之前就有看过 比如说像是阿拉丁啦 或者是这个狮子王 虽然狮子王不是真人版的 他是就是类3D动画的那种 不是那种以往那种2D的那种感觉 但是做了一些调整之后 你会发现就是说 其实这些调整 都是为了要给观众有一些 不一样的感受 而不是单纯只是进戏约去看 然后做怀旧而已 在人物的调整上 还有互动上 真的是做了一些微服的调整 那 这些微服的调整是不是很适当 那 是不是合一 真的 真的 真的就要看个人观众的感受了 可是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觉得 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因为 我比较 喜欢的就是 在最后结局的那个部分 就是 呃 误会全部都解开了 好 可是解开之前 他有说了一句台词 他说 两个的世界 就是那个亚历克的那个王子的那个母后 那那个母后呢 他就说了一句 两边的世界是注定没有交 没有交集的 好 那一段 我不晓得动画是不是也是这样演 可是那一段 确实是 打动了我的心 因为就是 爱情是真的 没有办法被勉强 那到最后就是 川顿国王为了要成全艾利尔 所以他最后把他变成了人类 然后上去跟亚历克 然后跟亚历克成为了就是 一起共度成为幸福快乐的结局 但是那个结局 他的铺层是指的是 他们不是 他们是去以这个度蜜月代替这个 这个到水底世界 而是就是 以去探索未知的水域 然后作为这整部的这个结局 我个人是觉得 嗯 这个结局的 这个编排 我很喜欢 因为川顿国王在 向自己的女儿 也就是艾利尔道别之后 他说了一句 我会多想念我的女儿 好 我觉得那一幕对我来说还蛮动容的 因为 要让一个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女儿 去跟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拱手把你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 好 去交托付给另外一个男子 对自己来说一定是非常的不舍 但是 看他 看 看女儿开心 是不是自己的开心 只是说 你要经历到放手这一段 而放手的这一段 把它作为这全片的结尾 我是觉得非常的符合人性 又非常的实际 也 我觉得也 贴近的就是 真人版的这个电影的这个 这个 这个 精神 好 因为看动画本来就是 幻想嘛 唱唱歌 跳跳舞 然后非常的欢乐 就这样就结束了 但是真人版 我觉得还是要把 观众带到一些比较现实的层面 因为毕竟是由真人来演出 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嘻嘻哈哈的 那 它跟2D的电影版本 其实 它的质量就没有差多少 好 可是 我个人是觉得 那个结局的编排 我觉得非常的美丽 也非常的动容 好 所以 你要问我说 小美人鱼这部片 值不值得进戏远许看 我个人是觉得普通啦 好 可是我自己看过之后 虽然有一些 桥段我个人觉得蛮好笑的 而且是 好笑到 真的是觉得非常不合逻辑 因为毕竟 不是动画 毕竟是真人 所以你会发现 有一些他们的那个 我觉得还蛮荒谬的 包含亚历克王子的一些行为 还有海力贝利的一些 那个小美人鱼的那个 不管是浮出水面啦 好 那些就是像动画片段的 那个桥段致敬的 那些动作啦 甩头啦 然后大海啦 什么之类的那些 真的是有一些 很大的天壤之别之外 但是至少 好 在最后的部分 好 是有扳回一层的 前面的铺层 我个人是觉得 除了荒谬又好笑之外 但是到了后面就是 我觉得就是渐入佳境 所以 要不要看这部电影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普通啦 因为其实剧情就是在 预期的范围之内 好 那不得不说 演员的表现真的还蛮好的 那我只能说 这一次小美人鱼的争议 我觉得照上映之后 还是会继续的下去 至于负评会怎么样 那 据了解台湾的观众 是负评刷一堆啦 好 不过这部片在国外的这个评价 就 还算 OK 好 毕竟 这个 国外的这个市场那么大 肤色的人种也那么多 所以 我觉得 呃 真的就是见仁见智啦 好 不过我觉得还是看过 台湾的观众最准 好 我们台湾人的感受力比较强 因为我觉得 欧美那边的白人在看电影 他们都是用情绪在看的 他们不会去对电影的剧情内容 去做思考 而我们台湾人比较会 所以我们台湾人对于一部 好莱坞的电影 是有很多元的意见的 所以 好不好看 我觉得还是要看 台湾人的这个 那大部分台湾人的这个 评价都说不好看嘛 那就 好吧 我也跟着他们定义 这部片真的不好看 哈哈 这样好像不对 这样好像不对 逻辑不对 好 无论如何 这部片就是普通 它没有到很好看 但它也没有到 非常不好看的程度 整体来讲 小美人鱼 这次真人版的改编 还是算成功的 只是只有一半而已 我得这么说 好 小美人鱼 这个 没有要很推荐给大家啦 我也还是要老实说一下 所以 自己要不要去看 看你自己咯 或者是多看看 其他人的影评 就看你自己 愿不愿意掏钱 继续买了 毕竟 演员的阵容 我觉得就普普通通 没有什么太吸引我的地方 因为演员的阵容 我真的觉得 就 只有玛丽萨麦卡锡 可以看而已 其他我都觉得 就没什么这样子 好 提供大家 做参考 这就是今天神秘局店 我们下次 云端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